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的 第十节1月23日 新疆消息显示 该地区在今天凌晨发生 西地一级地震 当地民众反馈提到 我在烂碎的我 突然头晕 心过了一块 旧房子摇起来了 来不及把厚的衣服 来不及拿钥匙跑出来了 第一次赶到离死亡那么近 幸好我这里不是地震中央 当地第二位民众反馈提到 我还在吃烧烤喝啤酒 突然感觉晃得很厉害 第三位民众反馈提到 我是拜承县的 到现在都腿软 有关此次中国的政府机构 中国地震台网通报提到 1月23日20.09分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 乌石县北纬41.26度 东京78.63度 发生7.1级地震 阵延深度22公里 另外新疆当地政府通报提到 郑重初步确定位于乌石县 亚满苏乡 亚满苏乡在中国吉尔吉斯坦边境山区 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网和财产损失报告 这些有关乌石县 中国的网络执行显示 乌石县隶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 位于阿克苏地区西部 谭尼牧盆地西北边缘 天山南迈南路托式钢河 尚有地带冬年温宿乡 阿克苏市西街阿河旗县 南野科平县交界 北以吉尔吉斯坦共和国阶梁 总面积9082平方千米 2019年温宿县有户籍人口23万2652人 下三个镇六个厢